我们听 最近有一部电影很火 它点燃了大家的爱国热情 现在是中国票房最高的一部电影 已经突破了50亿 说到这里 大家应该知道是哪一部了 对 就是《战狼2》 网上有报道说 电影结束后 有观众集体起立鼓掌唱国歌 有的人觉得不可思议 这是真的吗 是的 我就唱了 从电影开始一直到结束 我的心情始终无法平静 特别是看到电影开头撤桥的那一幕 让我好像回到了六年前的利比亚 2011年2月19号 我刚从国内休安假返回利比亚 作为中间八局海外部的设计师 那是我在当地工作的第三年 我们的项目 在利比亚的第二大城市班加西 印象中的班加西非常平静 火红鲜艳的凤凰花开满街头 非常漂亮 当时的利比亚 一切都井井有条 但是 谁也没有想到 仅仅一天之后 利比亚就发生了暴乱 从此失去安宁 当天晚上班加西就发生了交火 死伤十几个人 枪阵的地点就在我们公司附近 那里的同事晚上不敢开灯 摸黑全到窗台下面夺子弹 当天晚上 数不清的子弹朝他们飞过来 窗火玻璃全部被打碎 墙上也满是弹孔 第二天从市里走过 地上满是散落的弹壳 仍然在焚烧的汽车还在冒着浓烟 狂热的武装分子举着枪 喊着口号 整个城市一片混乱 二十号晚上 天刚刚黑 我突然听到每晚传来一声枪响 他们来了 我们大家都惊呆了 这是所有人第一次听到这么近的枪声 这个时候领导大喊着 让我们到院子里来集合 我们撤到了新营地 在新营地里 我竖着耳朵听着外面嘈杂的声音 精神紧张到了极点 我担心他们会把我们截去做人质 我更担心他们会枪杀我们 我想回家 我要回家 但是机场关闭 港口关闭 边境关闭 手机与国内的通讯完全中断 我怎么回啊 那天晚上 我等到凌晨一点 冒险爬到屋顶 试了无数次 终于拨通了中国驻利比亚大使馆的电话 我把情况向他做了简单说明 他说 情况我也知晓 国家正在进行协调 会尽快接你们回家 听到这句话 我的心里又燃起了希望 22号我就接到通知 中国租用的希腊游轮正在赶赴班加西港口 我们大家都尝尝地出了一口气 我们可以回家了 当我的脚踏上船的那一刻 我知道我一定能回家了 我的精神彻底放松下来 这几天这几天的焦虑也一扫而空 中国是最早到达利比亚的国家 当地朋友去送我们 一个大男人哭着和我说 我们的国家完了 我们能回到自己的祖国躲避战乱 但是他的祖国就在这里 他无处可去 上了船 听到船上广播说 国家很关心我们 希望我们可以尽快回家 如果在国内听到这样的广播 我可能不会有什么感觉 但是在当时那一刹那 我的眼泪刷的一下就流了下来 回国之后 有人下了飞机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亲吻脚下的土地 我看哭了 我们并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年代 我们只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中国 战狼二里 吴京举着国旗通过交战区 也并不是杜撰 当时我们撤离的时候 有一批人要从利比亚撤到埃及 要通过政府军和反对派的地盘 这是极其敏感的 但是他们当时就是拿着中国国旗 一路畅通无阻地走了过去 到了边境 有的人护照丢了 就让他唱国歌 唱完就放行 国歌 国旗 从来都不只是一面旗帜 一首歌 当撤桥进行的时候 唱着国歌 举着国旗通过边境的时候 它就是我们的力量来源 是我们的精神归宿 是我们的生命 中国这片土地 也不仅仅是山川 平原 河流 它是我们的根 是我们的魂 有一句话说得很好 也许 现在的中国护照 还不能带你去世界上的 任何一个地方 但是 当灾难与战争来临的时候 它能从世界上的 任何一个地方 接你回家